一直我們在節目當中提醒大家 這接下來還好幾年呢 所以呢類似的狀況可能會不斷發生了 不過呢離我們最近呢 當然就是我們看到我們自己的颱風肆虐 然後到了中國去嘛 那中國呢其實從之前的卓州 然後呢就不斷的這個淹大水 然後到現在在廣東福建 都是類似的狀況 接下來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呢今天我們現場特別請到了 我們的汽車打人Andy老爹 這個Andy哥來帶我們看一看 泡水車開始要進入市場了 我們來看這個是泡水車的墳場 很慘喔 中國的泡水車就是在卓州 那你看這怎麼會淹成這樣 它不是本來停在這裡給你淹喔 這全部都是泡水車聚集來這裡喔 這是一個保險公司的停車場 所有的車都是泡水車 泡水之後呢申請了保險之後 通通拖來這裡停 好那於是呢我們來看到 這就是在河北的卓州 暴雨之後的泡水車的一個集合地點 那然後呢這些車 你以為就直接壓扁包廢嗎 欸沒有 有人就當中看到商機 我們來看呢有一個二手車商 他就收了一大堆的泡水車 然後他告訴大家價格喔 他說兩年的Tesla 這個Model 3喔 泡水了之後呢就賣你十萬塊人民幣 本來原價是二十五萬九喔 所以呢一下子呢變成了這個一半不到打四折左右 三折左右了喔 有沒有人會要買這樣的車 欸或許有人撿便宜不知道 所以要問問這個Annie老爹喔 你怎麼看喔這個泡水車現在據說 因為卓州的事情其實也一個月前了 陸陸續續修好的又流入市場了 欸不曉得他有沒有直接告訴你泡水車 但是我們要怎麼樣避免 這泡水車到底他可能的隱憂在哪裡 我們其實以消費者來講他不太應該講如果車商在賣車的時候不管是平台車商或實體車商他在賣車的時候如果他沒有詳細告訴你說當時泡水的狀況 因為有可能是前車主賣掉賣掉之後中間的維修廠拿去修 那對買的人來講呢你理論上你不會知道你也不太會知道說到底泡水的當初這部車泡水的程度 對那講到泡水程度呢我這邊也跟各位分享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以以這個等級來講比如我們分到一二三四級 對最最低等級就是說水有進到車內有泡到所謂的地毯 但是門打開椅子還看得到就泡到地毯的部分這個叫第一級 第一級第二個部分對第二個等級呢 就是說有泡到椅墊的就是說你椅背看得到但是屁股坐的那個椅面 對那個椅面已經沒有了那就代表是第二級第三個等級呢 就等於是差不多泡到方向盤的下方方向盤的下方 約莫是引擎位置的高度 所以意思就是說如果碰到方向盤的下方 代表你整顆引擎室裡面已經泡水了 那如果是已經滅頂 對其實應該講說方向盤如果整支不見了 就算你車頂還看得到也算差不多是全泡 那這個又取決於什麼呢 就是說你今天好比如說你今天看到你把車 你的車淹水了 像其實我爸的車就淹過 那時候納利颱風來的時候 淹到哪裡 幾乎就滅掉了 因為他停在B1 B1就全部泡在水裡面 所以我就說當你把車 當做泡水車賣掉的時候 其實那個維修廠 他怎麼處理你不會知道有一種方式就是說 所以泡水車真的賣得掉 賣得掉 但是你爸的車賣掉了 後來賣掉了 那你賣給誰 賣多少錢 應該其實車商估價的方式是這樣 就是說他那一部車當初買大概是一百多萬 但賣掉的時候大概只剩三四十 那還可以賣到三四十 應該講說其實賣掉的價格取決於你的車零 再加上泡水程度 其實車商是這樣 比如說我隨便舉例 比如說你這部車新車兩百萬 你這個年份假設可以賣一百四 那車商估完之後 他說你這個車可能要修五十 我就會一百四減五十 再減掉利潤 再減掉泡水車該有的折扣 你這樣懂意思嗎 因為沒泡水是一百四 那你有泡水 你修到好也不可能賣一百四嘛 所以你要修的利潤再加上 修的成本加車商的利潤再加上 因為泡水車鎖可能至少要打到七到八折 對所以一百四扣扣扣扣 扣完大概只剩三四十 但是車商修完之後 還可以賣到可能接近一百 差不多有至少打到六七折 所以我就說 但是我說就要看 就是說以良性面來講 車商它到底怎麼修 有一種方式是 我修得很仔細 車子全部拆掉 對 因為你知道泡水車 它在很多地方會有泥沙的堆積 包含像引擎室裡面那些管路 connect 裡面都會有很多泥沙 修得很仔細的 就會把零件全部拆掉 只剩下車體 然後去做清潔 然後再把它倒回去 修到你看不出來 這個是最高招的 曾經當然也有 我朋友也泡水車 他花 因為他的車很貴 四五百萬 然後修車廠跟他報價說 我大概修可能快一百 沒關係一百我給你 你幫我修到看不出來就好 對 那他修好之後 真的 他開去給人家看 真的看不出來 說你這泡水車我看不出來 那這真的沒良心 沒有 但是他繼續開 他自用 但是兩年後他賣掉 他也沒說他是泡水車 這就沒良心 沒良心 那我其實我要表達就是說 以消費者來講 我跟你講 消費者能夠自保的方式 就兩個 第一個 這部車如果可以 你假設你真的要買 請車商提供第三方單位的證明 你有驗過車 比如說有些認證的 如果你可以找什麼德國LINE 什麼SUN等等 那一種可以提供證明說 因為他們會很仔細的看 那提供證明 那你就用第三方的驗車證明 去來證明說 你這部車有沒有泡水 或者有沒有撞擊 對 但消費者肉眼可以自己看 我教大家 就是來看看哪裡看哪裡 第一個 你把如果可以的話 回到原廠把你的駕駛座的座椅 把它拆掉 比較搞剛把它拆掉 然後車底不是會有地毯嗎 還有一些 還有塑料件 你把你的全部拆光 看車子底 就是裡面的最下面的鋼板 如果鋼板的那些凹凹凸凸的地方 如果你直接拿放大鏡去看 跟那個手電筒去看 有沒有堆積泥沙 這是比較搞剛 有一個比較簡單 就是你把安全帶有沒有 把它拉到底 拉到底之後 你看最尾部有沒有 像泥沙黃土一樣的黃色 如果兩個顏色不一樣 就代表有可能泡到水 因為安全帶基本上 他們不會去換安全帶 基本上不太會 如果不太細心的 你把它拉起來 如果安全帶整個是兩個顏色 那就代表有泡過水 那另外當然就是 請你認識的技師 幫你檢查 比如說親戚或者好朋友 幫你檢查看看 我覺得基本上泡水車 我的建議是不要買 你寧願用你的預算內去買到 正常沒有泡水的中古車 我覺得對你來講日後維修 不然你會講 你那個修車真的很麻煩 對我是建議是不要 那你小弟我問你一個 那現在看到了像南部颱風 然後像現在中國 有好多好多泡水車 有沒有可能我們台灣 會買到那樣的車 其實台灣自己本身就會有 其實比如說北部泡水 我就送到南部賣 換一個地方賣 南部泡水我就送到東部賣 反正就是南北這樣移 因為這樣子就是說 因為大家不會知道說 這比較賣掉的機率會比較高 也比較不會知道說 我這個車泡過水了 好 所以其實這個辨別泡水車 這個你給我教大家一些 配保安全帶 這比較簡單 不然就是送去給專業的人 請他來幫你做鑑定 但是盡量不要那種特別便宜的 其中必定有價